记者翁玉皇新北报道,教育部体育署主办106学年度国小篮球联赛,Elementary School Basketball League,简称ESBL,从5月21日开打,既有71校,88个男女队参与,新北市男生队在最后八强决战,有泰山、江翠、安坑和五谷国小四队出现, 其中泰山国小更以黑马之姿,淘汰上届冠军桃园中贞国小,观战家长欢声雷动,小球员相拥跳跃,喜极而泣八强决赛今天起在台北市杨明高中举行,将于27日总决赛后颁奖,新北市进入了泰山、江翠、安坑及五谷国小,都是新北市的传统强队, 展现新北市少年基层篮球运动的实力,也需要新北市民朋友和观众一同加油, 击身最后四强争取八强的准决赛为单淘汰赛,最精彩一意为24日桃园中贞对新北泰山之战, 赛前一般预料上届冠军桃园中贞,可以轻松过关, 在身高与经验略逊一筹的新北泰山,则是平级不服输的气势力盼到底, 开打后,中贞一路维持小福领先,中场前一分钟,桃园中贞还领先四分, 但泰山丝毫不放弃,对长江信尾在中场前切入上篮平手, 延长赛一开始也是由中贞取得领先, 但新北泰山省住应战,前锋秋奇瑞在结束前已抛头取得超前, 新北泰山爆冷门以37比35,二分之差,让中贞未免梦碎。